今天在硅谷做AI创业 没有Github上的数百新标 就相当于没有技术通行证 特别是对于开源AI项目 Github社区不仅是协作和迭代的场所 更是展现技术实力 建立口碑和获取反馈的关键渠道 新标背后代表的是 真实开发者的兴趣与信任 也代表了扩散能力和潜在用户基础 而就是这样一个天然聚集了 核心技术人才 以及早期采用者的重要社区 随着CEO突然宣布离职 将要并入微软 这在AI技术圈引发了轩然大波 Github是否将会失去其独立性 而开源精神又将会终结吗 大家好 我是硅谷101的特约研究员一文 在这期101 Weekly里面 咱们来聊聊Github 在讲创业者们最爱的Github之前 先来快速超过一段创业公司征集令 今年硅谷101的年度峰会 Valley Alignment 2025 将于10月5号在硅谷和大家见面了 相比去年的峰会 今年我们也带来了新的惊喜 首届Startup Challenge 全球创业挑战赛 挑战赛作为峰会其中一个核心环节 将为优秀创业团队提供一个全球舞台 在硅谷现场向顶级投资机构 与上千名观众录演 获胜团队在当场会拿到投资意向 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LLM和Multimodal AI AI Agents Robotics Blockchain以及其他企业研科技赛道 报名方式和要求我们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以及评论区置顶链接 Valley Alignment 2025 Startup Challenge 不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硅谷101用多年行业积累 被创业者们达到的全球化加速机会 希望在硅谷现场见到大家 8年前 一个名叫Thomas Domkey的程序员在Reddit上发帖 我是Thomas Domkey Hockey App的联合创始人 我们的软件旨在方便开发者 进行移动App的Beta测试 收集崩溃报告 在这条帖子的评论里 聚集了一大批热情的开发者 当时他的公司已经被微软收购 成为了微软移动业务当中的一环 而Thomas本人也加入了微软 并且在2021年成为了Github的首席产品官 几个月后 Github的CEO Nat Friedman宣布离职 并且在推特上表示 要回归自己的创业初心 那Thomas也就代替他成为了Github的CEO 不过今年8月11日 Thomas也突然宣布卸任 在博客上 他用母语德语向Github 及其背后庞大的开发者社区道别 并说了和当年Friedman一样的话 我的创业初心始终牵动着我 所以我决定离开Github 再次创业 但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是 这次微软却没有任命新的Github CEO 微软Core AI部门的主管 Jay Parikh宣布 Github将不再独立运营 而是完全融入今年1月 才成立的Core AI 这具体体现在两项组织结构的变化 第一 微软开发者部门主管 Julia Lusang 将负责监督Github的营收工程 及知识工作 此次Github的首席产品官 Meryl Rodriguez 将向微软AI平台副总裁 Asha Sharma回报 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才发现 距离2018年 微软收购Github以来 已经过去整整7年了 这7年里 说实话 微软的存在感一直很弱 Github作为一个子公司 始终是保持独立运营 并且坚持着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而这种文化和开源二字 密不可分 在我看来 Github不单单就是一个平台 它其实是一个社区 能够让各种相信开源 这个运动的开发者 能够一起协作 然后让大家更好地去 推进软件的发展 Jasper Zhang 是Hyperbolic的创始人 及CEO 他的产品 只在为新兴的AI项目 提供灵活和高性价比的算力 他告诉我们 开发者主要担心的是 Github在未来 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独立 这种担心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Github的商业决策 是否会更加贴近 微软的Azure和AI战略 在基础设施的选择上 更加依赖于微软 并且将原本的免费功能付费化 另一方面 在各大实验室 也面临AGI竞争的情况下 开发者会担心 微软是否会使用平台上 大家上传的代码 去训练自己的AI 但与此同时 也有人乐观地认为 这次的架构调整 会进一步强化AI工具的能力 让开发过程更便捷 那么微软为什么要走这一步棋呢 而Github及其开发者的未来 又将如何 要回答这个问题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 Github的历史 Github的故事 要追溯到1991年 那年芬兰裔美国工程师 Linus Torvalds 创建了Linux内核 也都是全球无数服务器 安卓手机和超级计算机 都在运行的核心系统 2005年他写了Git这个版本控制系统 作为Linux的官方版本控制工具 所谓版本控制 主要用来追踪和管理代码变更 不仅能让每个开发者的电脑上 都保留完整的代码历史 还方便了多人的协作 但一开始的Git 几乎全是命令行操作 使用之前要搞抖很多术语 对于初学者和非核心开发者来说 门槛很高 于是Github诞生了 2007年 一名叫做Chris Wenstras的年轻人 从大学辍学 搬到了旧金山 在线上网站Cnet 当一名网页工程师 但他同时也在开源社区里十分活跃 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家酒吧里 他遇到了同样熟悉开源的 和Ruby开发语言的 Tom Preston Werner 两个人都看到了Git的潜力 于是他们一拍即合 决定做一个让Git更加便于使用 而且开源友好的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Logic Awesome 后来改名为更加直观的Github 几个月后 Chris在Cnet的前同事PJ Hyatt 也加入了这个团队 三人在2008年4月推出了Beta版的Github Github并不是第一个Git托管方案 但却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方案都要简单 直观和有趣 它不仅是一个便于使用界面美观的网页版Git仓库 还带有社交功能 比如用户资料 关注和动态信息流 让每个用户都能看到公共仓库上的编程协作和成果 一开始Github是先在Ruby开发者当中流行了起来 后来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开源社区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免费公共仓库 就吸引了这些开源项目 而需要付费的私密仓库 则开始吸引企业客户 在2010年代 也就是Mark Andreessen口中软件正在吃掉世界的那段时间 GitHub成了软件公司追捧的工具 Andreessen的A6MZ也给GitHub投了1亿美元 赌的就是GitHub会成为下一个微软或者甲骨文 后来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 GitHub从一个酒吧里诞生的业余项目 变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原代码托管平台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现代主流开源项目都在GitHub上发布 或者托管过 这就包括编程语言Python和Rust 开源深度学习框架TensorFlow和Pytorch 以及支持软件部署的基础设施Docker和Terraform等等 2018年微软以75亿美元收购了GitHub 但其实当时很多用户就对GitHub 到底能否保持第三方平台的中立性提出了质疑 但当时微软向开发者承诺 GitHub将保持独立运营 而微软不会干涉及开放性 为此微软还聘请了当时在科技界广受尊重的Nat Friedman 来接任GitHub CEO这一职务 最终GitHub依旧是那个深深根植于热爱编程的开发者 以及开源社区当中的平台 事实证明 微软收购GitHub的几年当中 确实做到了当时的承诺 开源生态依旧繁荣 GitHub也保持了相对独立 没有出现优先服务微软的Azure Visual Studio等生态的情况 也没有出现激进的收费广告以及与产品的强绑钉 甚至在2021年 在Thomas回下的GitHub还推出了像Copilot这样的重磅创金 成为了首个被大规模应用的AI编程助手 2022年6月 GitHub向所有个人用户开放了Copilot 这甚至比GPT3.5的出现还要早上几个月 在6月的一次采访当中 Thomas透露 早在2020年GPT3发布之后 GitHub就通过微软和OpenAI的合作 获得了早期访问权限 并且发现GPT3能用多种编程语言 写出不错的代码 随后OpenAI针对编程场景 微调出Codex模型 而GitHub也发布了Copilot 几个月就突破了100万用户 We realized together with OpenAI that it was able to write decent code in different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would not mix up the syntax between Python, Ruby and JavaScript which somebody asked me that earlier this week was my biggest surprise that it can do that even though it doesn't have a compiler built in very quickly we saw our internal Hubbers adopting the tool giving it really high scores saying this is great I want to keep using this it's not the typical management says you have to use it and you don't want to 虽然一开始CodePilot 让开发者非常惊艳啊 但是随着AI的发展 编程助手很快就成了 各家大厂和初创公司的 兵家比证之敌 尽管使用CodePilot的人数呢 依然很高 达到了2000万用户 但市场上也出现了 其他更好用的产品 然后慢慢的就是会有一些新的 初创公司做类似的这些功能 因为本质上就是只要这个模型够好 其实你就做一个这样的Coding Agent 你就可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后来慢慢的像什么Cursor 像Windsurf 然后像Tray啊 很多不同的软件都发布 然后慢慢的像Cursor就做得非常好 然后就把这个MarketShare给抢过去了 不少人猜测这就是微软 要把Github和CoreAI部门紧密结合的原因 在AI时代Github最大的价值 已经不再是它作为一个代码仓库而存在的意义 而是Copilot这样的AI开发工具 在Thomas的道别信中呢 他数次提到Copilot 表示Github Copilot是继个人电脑之后 在软件开发领域最伟大的进展 而Satia Nadella也提到 Copilot对AI的重要性 并且在三个月前宣布开源Copilot 从而抢回市场份额 Open Source is at the core of GitHub And we are taking this next big step As GitHub Copilot has evolved inside VS Code AI has become so central to how we code And that's why we are open sourcing Copilot in VS Code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所以微软此举是要让Github 从一个代码托管平台 彻底转型为AI开发工具核心 而Github Copilot这个工具的技术 用户反馈以及生态数据 都对于微软的AI布局来说 至关重要 那通过我们最开头说的 精简Github组织架构 让Github负责人直接对接 微软的AI负责人 就能更好的让微软在AI上面 统一资源投入 但是在微软野心勃勃的商业前景当中 却并没有提到那些开源开发者们 也就是Github它最初 作为一个代码共享社区所存在的意义 但我觉得一个更大的担心是 Github会慢慢地 不让其他的用户或者开发者 去access这些public的数据通过API 就举个例子 你知道像Reddit对吧 在Reddit在几年前 在AI来临之前 其实它的API是非常friendly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通过API去读取 几乎大部分的平台上的数据 就那时候有很多 甚至还有很多第三方的软件 才会去调用这些API 然后让你通过这些第三方软件 去上面去聊天 但如果大家看过两年前 我们发的关于Reddit的视频 就会记得 Reddit在AI时代 显然是变成了一座数据金矿 那官方显然是不再愿意 让人们免费获得这些宝贵的数据 于是态度强硬地限制了API的使用 那现在人们担心 Github也会面临同样的命令 你应该对你的代码 没有说这种百分之百的access的话 你会总是会有一些局限 然后你可能 就Github它是一个代码的 一个分享的平台 但是你却有时候 你却需要一些付费的功能 才能让你去使用其他人的代码 那这个就会有一些 就显然是很不好的用户体 CEO的离开 象征是那个承载着 开源与黑客精神的 独立Github时代的落幕 但话说回来 Github作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 又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发者社区 要让用户摒弃现存的机制 搬移到一个新的开发者社区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也知道 微软此次将Github完全纳入AI版图 不是为一个合理的举措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问了 微软是否还能保持 对开源精神的尊重 以及对开发者的开放性 这将是全球数千万开发者 最关心的问题 那就像Satia Nadella自己说的 我们内部的组织架构 对我们的用户和竞争对手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或许正如17年前 那个旧金山酒吧里诞生的想法一样 Github的真正价值 不在于它属于谁 而在于它能否继续成为 全球开发者的共同家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